今日说法 春天已经到来 再去北川 我们寻访那些春天一样温暖的瞬间 这么大的灾难 都坚强地面对过去 像以后的困难 也能坚强地面对过去 灾难已经远去 这个春天心中萌芽的又是什么呢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北川的孩子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是5月12日 512 这三个沉甸甸的数字 它的重量来自于那场8.0级毁灭性地震 所造成的伤亡 来自于震后去全国之力抗震救灾付出的牺牲 来自于震后的365天里 为了治愈创伤 重建家园 灾区所有的人们付出的血泪和汗水 去年的这个时候 今日说法的记者在灾区 为我们报告着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消息 今年的5月12日之前 我们的记者再一次前往北川 而这一次我们是去寻访那些 一年来一直让我们惦记着的孩子们 4月28号这天上午 在四川省绵阳市新建的北川中学门口 一个失去了左腿的男孩 走进了校门 这个男孩是廖波 去年他是北川中学高一的学生 一年前的今天 在地震倒塌的废墟中 他是这样的 廖波和他的五名同学 被压在了一块折断的水牛意志板空隙当中 还能说话 我们都在一起说走 我们以前我们出去就还在一个班 都在说 还在说 他们就说 我们下一次当中就出去 我们还玩街头安全 然后还一起去打烂球 因为老师这外面我们就觉得安全 我们就觉得没什么 就放心了 或者在下面说 下面就可能 就叫坚持住 玉植板下的几个孩子 互相鼓励一定要活着出去 他们甚至还曾经合力 把一个没有受伤的同学 从余震正开的楼板缝隙中 推了出去 很快 廖波他们也被赶来救援的部队发现 到北川中学 是早上六点多一点吧 到了跟前 廖波当时 处于一种半昏迷的状态 半昏迷的状态 眼睛就是脏脏和和的 新华社的记者陈谢说 当时在现场 他拍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廖波 一张是廖波的一个同学 跟他在一起 就在我还没走到废墟的时候 我就看见有一个男孩 穿着蓝色的外套 站在废墟上 特别醒目 他的后边就是正在救援的武警官兵 我觉得他特别醒目 然后举起相机 就在我举起相机的同时 李扬就挥手了 我就摁下了那第一张照片 照片上为廖波 举着吊瓶的这个男孩 是李扬 他是当时廖波的同班同学 他脱离了险境 但是并没有离开现场 当时还没有脱困的廖波 需要输液 但是现场却没有 可以使用的支架 李扬就举起了自己的胳膊 就这样 他跟另外的两个同学 一起为廖波 举了十几个小时的吊瓶 直至廖波获救 他刚这个 把他救出来的时候 刚包起来的时候 他说了一个 他说说谢谢你 声音虽然说很小 但是说了两遍 谢谢你 这之后 为了智商 廖波离开课堂 快一年了 同学们也有了 新的北川中学了 现在他的伤好了 政府要安排他 到外地去读书了 他这次来 是想跟同学们再聚一聚 看到廖波 惊喜异常的这几个女孩 就是当初跟他一起 压在水泥板下的同学 灾难过后一年 在这些孩子的笑脸上 已经看不到那场天灾 留下的阴影 他们都是和我 以前都是和我一个班 高一二班 然后他们现在 发生现在也是因为 弟子们受伤了 现在他们都留纪了 他住小学的时候 胖个不得了 比现在都还胖 然后 对 那时候我改时候 好像比我还爱 就做不到 反正那时候 他还又胖 比我还又胖 我看他的照片 完全认不到 小学的时候 他们都是重向发展 我是很像发展 廖坡见到李扬 是在去操场的路上 廖坡见到李扬 是在去操场的路上 廖坡 江扬 你们哪里要拍 这一楼 这 这 有个花式 要好破 廖坡 这不是一个大鸡 来 走 走 那么上 见没达 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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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坡和这些男同学 在一年前 都是一个篮球队的 自从廖坡失去了左腿以后 这个球队就有了新的规矩 只要廖坡在 他们就会进行 单腿的篮球比赛 红队相得一分 好 有 有 就想当一军人 当兵 对 想考虑军校 觉得军人特神奇 你看吗 有口号吗 一二三 跳 那个青蛙和大树比赛跳高 为什么青蛙赢了 大树却输了 他怕了水连上去 要今天有跳高 跳高啊 大树和青蛙比赛跳高 大树不会跳下 对 在车上 逗大人们乐的这个女孩子 叫李悦 也来自北川 坚持啊 坚持住 一年前 在地震中 李悦不幸失去了左腿 人们曾经以为 这个爱跳舞的小姑娘 就像小天鹅折断了翅膀 折断了生活中高飞的希望 李悦就是说 是是说 我要走路 我要跳舞 这个 这个场面 可能所有的建国民 当时都是 累累满满 而且在半年后 在北京奥运的开幕式舞台上 李悦扮演的天鹅公主 还是展开了她的翅膀 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个小姑娘 她用自己的舞姿 完美地诠释了 什么是勇敢 什么是坚强不拘 什么是美 里面她 不光是从舞蹈上找到的自信 而且是 在生活上 一代一代建立了自己的自信 然后她展示的 现在不光是一种舞蹈 她在展示的自己的一种精神 在展示的自己的一种生命 在2008年年底 当李悦和她的舞伴作为嘉宾 再次出现在年度法制人物的颁奖典礼上 人们看到她更加成熟和乐观 她的英容笑貌中 表达的是对祖国的感恩和对生活的信心 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相信在大家的帮助下 我们会很快走过这个冬天 迎接灾后的第一个春天 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李悦 她的眼神中 总是透出一种乐观和坚强 而这个今年年仅12岁的女孩 只一年来 所经历的一切难处和苦处 只是自己深深的埋在心底 她只要排列一间歇 就会跟她妈妈伸一个手指 她妈妈就会把她抱起来 抱起来之后 在这儿安慰 抱着她那个楼梯杆子 就直接碰她的蝉蝉上面 碰那个笼带血就出来了 我们两个就起来 就冬到就开始哭开了 冬天去了 春天来了的时候 李悦来到了重庆山里头的一个军营 她是来感谢当初救她的恩人的 在进军营的路上 推着李悦轮椅的是一个年仅四岁的男孩 他是郎征 也是部队请回来的孩子 展板上的图片 小郎征躺在担架上 那是她刚刚被部队从北川屈山幼儿园的废墟里救出 她举起小手 敬了个军礼 因为这只举起的小手 郎征被很多人叫做敬礼娃娃 刚从废墟中被抱出来的时候 小郎征的两只鞋子都没有了 她并不知道环境的凶险 吵着让抱她的战士李帅帮她找鞋子 李帅答应她 出去就给她买新鞋 现在新鞋终于穿上了 要不再去 这是什么 要不再来 我还请你 有一个 挑选 好帅喔 踩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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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有一个 一只 一只 那你 来 来 来 抱你去 哎呦 好家伙 哎呦 好好好好 抱上 走到里面 抱上 来 刷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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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哎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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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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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郎珍和李悦他们的到来 让军营里热闹得好像过年 大家今天的快乐来自一年之前 相濡以沫的那些日子里 那些永远难以往来的世界 在军营里的图片展板上 我们极偶然的还看到了这张图片 这是去年的5月13日 战士王素满从倒塌的楼房里 抢出了一个少女孩 她和战友们飞奔着 要把孩子送去抢救 接近100米远的时候我都开始喊 前面的人请让开 请让开一下 看到小女孩的腿那么小 那么腿那么疼 也没哭声 还得给我背头背儿隔这些的内心 反正小女孩感动我 发布那种 当然也不知道怎么会喊出 前面让开让开 估计前面人多了 我心情很焦急 跑上去 时候才知道 是总理为送信仪 让开了一条神秘通道 后来跟这个小文卡 还有联系吗 联系呢 之后再见到这个送信仪 一年以后的 4月24号 听说送信仪过生日 特意给团队请了假 到成都 红苹果幼儿园圆 给送信仪过生日 还有这张照片 也是去年的5月13日拍的 战士的名字叫圣渝峰 当时 他跟战友执行的任务 是带领北川受灾群众 转移到安全的地带 一个老婆婆 怀里抱着一个六个月大的女婴 疲惫不堪了 圣渝峰接过了孩子 孩子在哭嘛 就说我就在逗她 然后逗她 我就反正 后来她终于不哭了 然后我就这么突然笑了 过了一点了 能再见到她 而且她这么健康 小时候心里面还是蛮高兴的 等我回家稳定的时候嘛 然后过去 刚才都说了嘛 她当干女人 你现在已经退伍了是吗 现在退伍回来了 然后一直在找工作 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吧 在部队的时候 因为参加文川大地震 弹幕了考军校 然后后来爸爸身体不好 然后就只有退伍回家了 以前最大的梦想是 人都进校 然后当警察 和爸爸也 在绵阳市郊 在新建的北川中学不远处 是一所部队建起来的 八一帐篷小学 不久前 这儿的帐篷都换成了法律 在郎征 李悦 李阳和廖波的老家 旧北川已经成了地震遗址 而在离他23公里之外 远离地震断裂带的 一片开阔地上 新北川城的悬址已经完成 在512一周年的日子里 我们回顾的只是北川的几个孩子 但是这几个孩子 在这一年当中 所有的悲伤 欢乐 挫折和努力 已经成为了中国人 敢于抗击灾难 直面人生 重建未来的精神写照 今天是5月12日 川新城破土动工的日子 北川人的明天 将在这片新城上站立起来 而我们记忆中的这些孩子 将是新北川的建设者 所以在明年 后年 或者在今后的很多年里 关于北川 我们一定会有很多新的记忆的瞬间 而这些瞬间 也一定会离灾难更远 离现实更近 感谢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心里说好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